面对对手的批评 国民党五节乡长候选林毅刚 回应童安节已经是老话题了 而且提办童安节并不是他的权责 所以他也呼吁 乡亲要选回锅而不要选歪根 另外他也公开横话 希望简松树 明天要出席公办证件会 面对边缘来说清楚 童安节也已经复办了 这是老话题老议题 当初童安节改为兰立节 也是向县长的权责 跟县长也没有直接的权责关系 说来这边台湾节也已经复办了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做个旧话题 另外就说回锅的部分 我想人才回锅肯定外国 一个人才外国回锅来 给我们共同打招 我是我们每个五个行民所要记得的 总是比一个外国 还是说没很清晰的行政 我相信是比较好 我希望说 希望我们所有方面可以睁大眼睛 哪一个比较适合来领导五千的行政 这是我们每个行民所要重视的 所要来做决定的 希望大家共同的为了五千的未来 可以更好来做这个选择 所以我刚才就说 我们同安节希望说也能够快来打拼 够快让我们同安节的人所 可以国家卫生 因为我说了解 这两年来的同安节的人所 组练在降低 这我们必须要跟观众这边 好好来相信 我们要重振同安节的一个选择 这是一个当务之急 不要再老是吵这个旧话题 再来就是说 明天公办这个发表会 我希望我们甘胜全票庁不要逃避 一定要来参加 我们两名来做一个相逢的构置的对话 我相信应该是最好的 在这个公办政策的行为上 一对一 大家就相关的议题来做 公开的谈论和辩论 这是最好的 让我们宣明 最好的一个选择 一个选择的一个地方 希望我们甘胜党不要逃避 希望说明天公办政策 你要清楚出席 拜托你 谢谢你